輕輕鬆鬆, 致圓由衷 今天我們從遊舊地, 去圓圓學院吃素菜 之前我們有影片游覽過圓圓學院 歡迎收看雙彎的影片 連結在畫面的右上方 現在我們開車來到美孚天橋 迎攜衝到西行 依去沙田的行車線向前行 需要走經兩座天橋 下天橋是昌永路 繼續依沙田的行車線 來到和兒俠道 前面是和兒俠交會處 駛入交會處, 選擇左行車線 來到這裏駛入三棟屋路 再向前行第四百米 向梅船處轉右, 是腦圍路 現腦圍路向前行 經波路圍圈 瞬間就到圓圓學院了 學院裡有免費停車場 我們已經來到停車場了 多少車位? 怕車是免費 在下午五點之前就要離開 有人亦可在荃灣少和街 坐專線小巴 首先坐港鐵來到荃灣站 到扶手電梯上車站大堂 出閘後 會由哪一出口離開車站? 有下營天橋說我西樓各路 經我富華中心匯豐銀行 再要橫過青山公路 現在才落樓梯到地面 落到地面後 向前行第四十米 來到中安街 還要轉右 再向前行第四十米 這裡是少和街小巴總站 坐八十一號小巴 很快,十分鐘就到了 總站是圓圓學院 圓圓學院是在1953年落成的宗教建築物 是供奉儒家、佛教和道教 時間更早 時間更早 我們在學院四處游覽一下 學院裏面樹立三座牌坊 分別代表儒家、佛教、道教 以示學院裏面樹立三道宗子 文偉高聳、氣勢莊嚴 前面這就是落行頸 另一邊是枝子亭 古樓 這座是傳統字幕都有的鐘樓 有鐘樓一定有古樓 正宗這座是三九大殿 在1971年建的 採用傳統的天壇形式建造 大殿是供奉山口子祖 儒家的孔子 法教的釋迦牟尼 和道教的老子 前面這座是龍華樓 樓高兩層 仿北京古代大院 裡面有京堂和客廳 富麗堂皇 古色古香 這座是孔子的銅像 孔子被專稱為萬世絲表 這座白玉淨水觀音像 有兩米高間 親切磁場 手工精口 Julius duel 刺激地獄 詩日那麼高 有兩物商ел再含五線 前面就是圓圓素食館 素和豬有什麼分別呢 瘦是不含有動物成份的食物 出發點是保護動物、保護環境或改善健康 而劑是要按照宗教原則的食物 出發點是為了手計或修行 食劑除了不吃肉類,一般連午餐都不吃 午餐是指蔥、蒜、餃菜、蟹和輕渠 通常過了午餐就不吃東西 這裡的瘦食碗是不需要擲位的 現在是星期六的中午,不需要等都可以入座 今天是星期六,只有兩種茶,土梨和水鮮 茶也不錯,茶色清澈,入口回甘 茶水每位10元 今天是星期六,菜式只入16款 有炒飯和炒麵,白粥白飯每本10元 如果多幾個人來,套餐是比較划算的 我們選了香酥麗溶魚,因為很久沒吃過 是千魚千塵 千魚千塵是什麼呢? 初初我們都不知道 拿出來知道是炸腐皮卷 分量就足夠了 味道不錯,表面是酥香,中間是軟滑 這碟蠔魚更大,是酥炸芋頭來的 入口就鬆脆,中間就很綿滑 點米的甜酸醬特別盛維 點米的甜酸醬特別盛維 分量太多了,吃不完,要打包回家吃 甜品我們叫三和核桃露 嗯,很香滑,滋潤,健老,還有補腎 吃飽,大滿足,去貴面結帳 兩個人吃了248元,又吃又拿,是不是很划算呢? 嗯,現在我們回到停車場 原來停車場拍了幾輛名車 我們第一次這麼近看盧斯萊斯房車 原來這輛車是屬於圓圓學院的 車錶叫做非常女神 非常女神的愛情故事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輛都是盧斯萊斯來的 原來是動不了的,太多扁了 這輛是第三輛的盧斯萊斯 這輛是Woofer P4100的房車 它是五六十年代的名車 遊人也可以坐小巴到荃灣 交通也算方便 今天到此為止 喜歡這條影片的 請給個like,分享 和免費訂閱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視 excellence